第26题 高炉中链铁的反应为 甲反应式 乙反应式 有关甲反应式中的C 及乙反应中的CO之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目前国二所教的 所谓的氧化就是得到氧 还原就是失去氧 我们的甲反应式中的C 得到氧变成了所谓的CO2 而我们的乙反应的CO 也得到氧了 变成所谓的CO2 所以这两个都得到了氧 所以两个都发生了氧化反应 第26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是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A 二者皆发生氧化反应